OK,影片好,現在錄製這篇有關於UQGEN的模組 在預設插入文章的載入,exit這個部分的時候 它沒辦法去制定文章內文載入的長度 這樣很長 那我們怎麼去修改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剛才找到國外的文章有寫 這段PHP的程式嗎 OK 然後照它的方式去做就可以解決 那我們先下載,它講的要安裝一個code snippet 我們新增這個外括 那在安裝過程我先把這個程式碼抄起來 好,我把它程式碼 因為剛才已經有做過所以它會有紀錄 所以我先把它刪掉,我重新做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我把它程碼抄上去 那這個註記我們會自己自定義 好,命中把它寫在這裡 然後讓它在任何頁面啟動,選第一個 然後儲存 然後再回到Augent 氧氣的編輯器之後我們刷新 好,我們在這裡 重新插入這個insert data 在原來這個insert這個文章的內文的部分 然後選下面這邊多一個ph function 然後選擇文章的載入 然後這邊數值我們先選8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內容文章的載入就變 減少很多了 我很長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再自己修改 如果這邊選 預設值55 那這邊文章全部都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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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再修改一下 我選6就好 OK,那這樣就完成了 那稍微把這個 網址貼在下方 那大家可以過來看一下 好,以上謝謝